做了两道练习了 那我们赶紧回归到例题中吧 你看第二这道题难度有所增加 我们看看这道题 说一个圆柱形的木棒直径是两分米 它的高呢是八分米 就这么一个木棒 说把它继成大小相同的四块以后 表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平方分米 好我们看看这道题怎么算呢 我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这一讲 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奥数中的题啊 没怎么出现 为什么没怎么出现呀 因为我们在奥数中 这一块的内容跟课本的考的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奥数是比较靠前 课本我们觉得会比较靠后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道题 一看就知道它是奥数中的题目 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道题啊 他说表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平方米 我们肯定先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说它表面积为什么会增加呀 好我们想想 说把它继成四块以后 咱们先不用管 我们先继一个试试 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 它的表面积等于什么呀 就应该等于这个侧面 加上两个圆 是这样的吧 两个底面 那我们随便从中间一句 你说它的表面积增加什么了呀 对 就像以前我们学什么一样 就像我们以前切长方形一样 长方形你把它撕开 它的什么增加了 周长增加了 是这样的吗 周长增加了什么呀 左边这个线有了 行 右边这个线也增加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也一样 我们说增加的是哪 对呀 你这块这么一切 切完了以后增加的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 一掰开 是不是这个又多了一个底面 这个又多了一个底面啊 所以增加的就是这个 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试试吧 说这不是继成四块吗 那我们就知道 继成四块 切几刀才能继成四块啊 切三刀就继成四块 是这样的吧 人家非说要平均计论的吗 我们看看 要了 人家要大小相同的四块 好 那表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 我们就看看 人家只求什么呢 人家只求的是表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 画好重点 可没求表面积现在是多少 所以我们只算增加了就行了 那我们看看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 这么切一刀多了两个底面 这样切一刀又多了两个底面 这样切一刀又多了两个底面 所以现在表面积应该增加了什么呀 就增加了六个底面 那这样的话就题做完了 那我们就看看呗 每个底面是不是都是圆呀 所以六个底面就是六成圆的面积 就是πr方 我们看看r是谁 现在直径如果是1的话 那r就应该是 直径如果是2的话 那个半径就应该是1 所以应该是一方 所以直接用6乘以 现在πr什么呀 3.14 对于说3.14我们背过 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18.84 写好单位 单位应该是分米平方 分米分米是dm写平方 所以等于说这题我们做完了 我问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难道切的方式只有一种吗 哎这个时候这个题 你说他为什么难呀 就看哪些同学考虑问题全面 难道只能这么切吗 还有没有其他切方式 再想想 竖着切也不行啊 竖着切 对竖着切不行 但怎么切行 其实你可以这样切 横着切一刀 竖着再切一刀 是不是也14块啊 哎所以你看他还有第二种切法 我们如果按这么切 我们看看他增加了什么 首先你横着切一刀 多了两个底面 然后我们写上啊 加了两个底面 哎竖着切一刀 还加了什么 竖着切一刀 是不是这个面增加了 我们刚才刚学过 说如果垂直底面的 纵切面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形状 哎应该是长方形 所以你这么一切的话 刚好多了几个长方形 应该是两个 左一个 右一个 所以还得再加两个 长方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又能算出来了 增加了多少呀 两个底面 那就应该是2乘以太一的方 再加上两个长方形 那就是2乘以长乘宽 那我们看看长方形 现在长是什么 哎长方形就是这个长 就是它的直径 所以应该是2 它的宽应该是什么呢 宽就应该是这个 那就是什么呢 它的高 哎 那我们算一下啊 所以这块就应该是2乘3.14的话 那就应该是6.28 加上2乘2的4 4乘8的话 应该是32 所以32加6.28 算出来应该是38.28平方分 好了 有人说做完了 再想想还有没有 啊 你会发现还有一种 是这样的吧 还可以怎么切呀 所以说这还可以怎么切呢 哎还可以不横着切 那不横着切还可以怎么样 能切成相当的4块啊 是不是可以这么竖着切一刀 再怎样 哎再这样竖着切一刀就行了 切成4块什么呀 哎大成条 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再想想吧 先不算了啊 还有没有 哎你会发现就没有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还必须得切成相当的4块 是这样的吧 哎 所以只有这三种情况啊 可以这么着就切成 哎 四个小的 小圆柱 还可以怎么切呢 还可以先这样切 再这样切 切成圆柱的一半 还可以怎么切呀 还可以切成四个 这个打长条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还有第三种情况 那我们看看第三种情况 哎 这么切完以后增加了什么呀 首先你先这么切 哎 就增加了还是重切面 增加了两个重切面 你又这么切 又增加了两个重切面 所以相当于是增加了四个 长方形 哎 我们直接算一下就行了啊 四个长方形面积等于什么呢 就用四分一长方形的长 还是一样 哎 它的用它的直径 就是它的长 它的宽 就是它的高 所以我们算出来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64平方分米 好 通过这道题 我们会发现了 第一个我们学会了什么 一刀多两面 是这样的吧 哎 如果要是横着切 就是多了两个圆的这个面 如果要是垂直底面的重切面 就是多了两个长方形 你看是不是最开始我们认识物体的那一块 但是除了这个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啊 我们一定要怎么办 哎 一定要考虑出它所有的可能性 好了 那接着我们看看立三这道题 那三这道题啊 也是哎 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课本中的一道题 其实它也是我们奥数中的一道题 说一个铁皮做成了这么一个工匠 什么工匠呢 你就告诉你了 两头没告 就这样两头是空的的 说现在需要用铁皮多少平方厘米 好 我们想想需要用多少平方厘米呢 哎 那是不是求的就是这个工匠到底的 哎 表面积是多少 是这样的吧 现在这个工匠的表面积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盖 所以就是这个特面积 但是特面积你会不会求呀 根本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我们刚才学过的 是这样的吧 所以你说这题怎么做 这题我不会呀 怎么办呀 哎 我们之前学过一种思路叫转化思想 什么叫转化呀 就把你不会的转化成你会的 好 我们想想 这个我们不会 我们只学过什么侧面积 圆柱的侧面积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怎么才能转成圆柱的侧面积呀 我就找两个跟他一样的 怎么办就行了 哎 上下一拼就行了 你看 拼成了这样的形状 这不就是一个圆柱了 是这样的吧 我们可以先怎么办 先把圆柱的侧面积求出来 哎 然后再这两部分既然是一样的 一除二就做完了 好了 那我们看看圆柱的侧面积怎么求啊 是不是应该等于它的底面 哎 现在告诉你了底面的直径 所以它的底面的周长就应该用π乘以15厘米 然后再乘以什么呢 高 哎 因为它是拼接起来的 所以看好它的高应该是46 再加上54 还现在怎么办 因为是两个除以二 这题就做完了 好来 我们一起对一下数啊 我们列出的算式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先用底面的周长 乘以它的高 再除以二就是了 怎么算简单呀 哎 先算后面 这刚好加起来100 100除以二的话就是50 50乘以15的话就是750 所以再接着再用750乘以3.14 最后答案应该等于 哎 2355平方笔米 写好答题就做完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学会了什么 我们学会了 复习了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 叫转化思想 什么转化思想 你记住了 就是不会的 想办法转化成你学会的 好 说到这儿 我们的表面级的重点 几道理题就学完了 学了最基础的 哎 还学了什么呀 还学了这个多种角度考虑问题的 是这样的吧 增加了 增加了什么 怎么才能增加呢 因为一刀多两面 还学了什么呢 把不规则的转化成规则的 那接下来的环节我们该学什么了呢 就是最后一个它的体积 待会我们再来 同学们先休息休息